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很多男人在追求的时候 各种甜言蜜语 等到追求到手之后 就开始各种呼来喝去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最会宠老婆的新作男 天生的宠妻狂魔新作 女生们遇到后一定不要错过 第一名 处女作 处女作大家的印象可能就是洁癖 话多 遇见不顺心的事就会叙叙叨叨个不停 完全就是大话稀有李唐僧的形象 对自己和他人的要求都起高 似乎作为他们的伴侣也一定要是完美的 其实不然 处女作因为心思缜密 所以要使他们能观察到 其他男孩子看不见的地方 运用他细致的一面 给予你无处不在的关怀 第二名 狮子作 天生霸道总裁的狮子作 他们一般都比较的热情 好爽 又比较好面子 同时带有一些英雄情怀 在外是绝对领导者 在内却十分的互端 见不得爱人受一点的委屈 恋爱中的狮子作 他们就会自带一种作为大丈夫的担当 他们认为 作为应该保护他人的那一方 就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家庭就是他们的领域 不容许任何人侵犯自己的领地 第三名 天蝎座 高冷的天蝎男 一旦谈恋爱他的高冷就消失不见了 他们的霸道 责任感会往完整整地展现在你眼前 只要天蝎座认定了你是他们的唯一 那么就会变得格外宠爱对方 会不遗余力地保护对方 会收起自己的冷漠 毒蛇本性 虽然没有什么甜言蜜语 但是会情不自禁地观察对方的一言一行 想要知道对方在哪里 正在做什么 有什么自己可以帮到对方的 并为之付出自己的所有 第四名 巨蟹座 巨蟹男一般都比较的固加 与此同时也具备了一些大男子主义的特质 在恋爱过程中 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一定的主导作用 自己赋予自己一种 既然开始了 就要有责任和义务去照顾对方的使命感 他们的大男子主义并没有我们常说的那么的霸道 他们是鉴于在照顾对方和以对方的感受为基础的 在恋人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给予自己觉得能办到的最好的一切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